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的会员专讲视频的第4期 我们还是讲我们做一个靠谱的父母之三,讲纪律与耐心 那么时间还没到,我先跟大家聊一下 我想说几个事 第一个事就是 我非常喜欢做这个节目 特别是星期六的晚上,因为 一个很轻松 我不敢给大家讲说是上课,但是 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和想法,大家可以参考,这不是标准答案 我有个9岁的女儿,那么 在她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吃了不少的苦 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那么 我有一些想法,有一些体验,随意跟大家分享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先说一点跟今天主题没有关系的一点,就是夫妻 就是父母 其实父母在 父母的这个配合 夫妻对在儿女教育的过程当中 双方的配合 可能是 对儿女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基本上是 据我观察 夫妻之间的矛盾大概有三个 第1个矛盾 第1个矛盾 所以 儿女教育 产生的矛盾大概排第2位 所以很重要 所以其实 在儿女教育过程当中 能够 能够达到 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是什么 就是 两夫妻 第1 先要建立共识 一定要建立共识 双方在 子女教育首先要建立共识,建立共识之后 互相配合 最差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互相拆台 互相放水 你要这个另外一个人说啊算了算了算了,那就白干了 就基本上是这样,所以 所以我们讲在子女教育的过程当中 夫妻的相互配合 基本上能够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没有相互配合,或者相互拆台 那基本上是事倍功半,所以 所以第1我就想讲就是 就是夫妻之间 首先要统一立场 好多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双方有不同的意见,没关系 停下来 到房间里去讨论 讨论完要打架都在房间里打完架 出来再跟孩子说 不要当着孩子 进行 进行这个 争论 那么应该是争论了以后 其中一方 代表双方去 跟孩子去沟通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观 我观察 大部分的夫妻 中国夫妻都会在这个问题上 出矛盾 出矛盾 这是这是一条 另外还有一条 就是夫妻之间怎么配合 那么我们讲 策略一点讲 策略一点讲 最好是 有一个稍微严一点 有一个稍微没那么严 这样的对小孩子来说呢 他有 他至少有一个缓冲的空间 但是 一定要有人守底线 这底线是什么 在儿女教育当中 底线很重要 如果没有人守底线 那基本上 这个这个效果是非常差的 守底线的那个人 那个底线是什么 就是纪律 我们今天就讲 讲纪律与耐心 先说耐心 我再说纪律 耐心来自于什么 当然来自于爱 就是 父母对儿女的爱 那么 父母对儿女的爱 这是 耐心的一个 源泉 当然 还有一个源泉 还有一个来源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自己的修养 对儿女的教育 其实他不是一天 也不是两天 也不是一年 也不是半载 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 我们 持之以恒的做一件 又辛苦 又 又经常违背自己的意愿的一些事情 这需要什么 需要非常强大的动力 而且这种动力是源源不断的 没有一天会停止的动力 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 那么 当然 要维持这件事情 让这件事情做得好 做得又有 做得又有 效果 然后大家的感受都好 其实跟什么有关 跟个人修养有关系 那么 一些年轻的父母呢 在这个问题上容易 容易暴躁 性格会暴躁 这可以理解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 你想一下 如果你坐在旁边 看这孩子 持续半个小时都不做功课 可是你跟他讲了半个小时 或者是你跟他说服他 让他去练琴 讲了一个小时他还没动手 有些人会火冒三丈 这个正常 这是人性 不意外 也不过分 但是 所有的人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能控制自己 控制自己的是什么 真的是 我们经常讲一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 对待儿女 一定要不能够 不能够 不能够失去对自己情绪的控制 这就是一个 家长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修养 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不能失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能力 这非常重要 控制自己的情绪大概占到做一个家长 一个好家长的 60% 60% 一个家长如果他能够控制他自己的情绪 他大概能够 大概率的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家长 一个家长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再好的想法其实是没有用的 最后的结果是不欢而散 所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保持耐心 保持持续的耐心 因为你只有控制了情绪 才能保持耐心 或者说 你才能够会冷静的思考你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让孩子 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在这个问题上其实 其实很多中国家长需要认真的检讨 这检讨 我自己也在检讨 我检讨过自己 所以我才会提出这个问题 那是有很多的教训 那么 所以 耐心是家庭教育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耐心的背后就是 爱 就是修养 所以我们要做好一个好家长 我们经常讲家庭教育是什么家庭教育就是父母人格的投射 父母人格的投射 其中包含什么 包含这种教养 这种教养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纪律 对于 很多很多家长 经常发生的情况经常出现的一些场景是什么 就是当他要求这个孩子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提出要求 然后做了两三天最后这个要求不了了之 然后又开始 然后他当他发现又需要做这件事情又提出一些要求 不断的不了了之 不断的不了了之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我们没办法 让孩子建立一些 持久性的品格和能力 儿女教育其实跟什么很像 跟小树苗很像 就是 没有惊天动地的事情 都是非常日常 非常平常 非常细小 非常持续的事情 然后不断的再重复 那么不断通过这种不断的重复 你看小树苗就是 第一天看还是这个样子 第二天看还是这个样子 但是一个月之后就发现 真的涨了 再过一个月再看 真的涨了 这就是儿女教育 儿女教育需要耐心 但是也需要什么也需要纪律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给大家读一封信我偷过来 这封信是我女儿一年级的时候 我给我太太写的信 为什么要写信 写信呢 其实夫妻之见夫妻之道其实有很多的 很多的状态 我觉得写信会比较容易 把我的意思完整的表达给对方听 因为他中间就不会有打断 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讲什么呢讲纪律 所以我在这里把这封信给大家读一下我掐头去尾 读我认为最 最重要的 部分 我读快一点 我今天在推特上有个网友说你讲话语速太慢了 是的我讲话语速是比较慢的没办法 这就是 人总是有不同的 情况 良好的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呢 去掉前面 去掉前面 良好的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呢 依靠纪律和规则 比如饭前洗手 睡前洗澡刷牙 比如每天作业按时练琴 这些习惯靠的是 日复一日的坚持 靠的是不动声色的 眼手 才能够完成习惯形成的过程 什么意思呢 正常情况 自然不在话下 即便是极端的情况 比如嘎嘎 我女儿叫嘎嘎 嘎嘎晚上在沙发上睡着了 也要把他拍醒 完成洗澡刷牙这个程序 父母就像一个守门员 全力铺就每一个球 纪律就是什么纪律就是没有例外 如果你舍不得拍醒熟睡的嘎嘎 也有办法 那就是更用心一点 在他睡着睡着之前 让他去刷牙洗澡 如果舍不得让他接受这样的纪律 他一定不会有好习惯 而你和嘎嘎 都会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为什么 因为嘎嘎会受到 更大的伤害 昨天就是个例子 嘎嘎不肯练琴你生气了 惊天动地 为什么嘎嘎不肯练琴 因为他没有养成习惯 你信不信 就是因为他不刷牙 你就算了 他不洗澡你也算了 他不做作业你还算 你要让他练琴 他非要练吗 那当然要赖一下 于是 你就会发脾气 他觉得很意外 觉得不可理解 这就是一个小孩子的这种逻辑 他没有好的习惯是为什么 是因为放水 什么叫放水就是不严守纪律 教育是一个整体 不能说不重要的事情上面你放水 那么 重要的地方就不放水 从嘎嘎的角度来看他不这么看他会觉得 他的所有的事情如果你在不重要的事情上全部放水 在他来看所有的要求都是弹性的 是可以谈判的 只要他耍赖 就可以减少甚至取消 这种看法一旦形成 每次的学习的过程 就会变成一场漫长的谈判 用了雷霆万钧之力 成果成效甚微 昨天就是个例子 所以教育是 教育的前提就是纪律 没有纪律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教育无非是做人 嘎嘎的成长 其实 就是你我人格的投射 嘎嘎要优秀 我们律集 应该更严 那么有三件事我提出来 你参考一下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第一时间管理 嘎嘎每天的日程非常紧张 时间管理非常重要 有几个关键时点点很敏感 一是开始做功课的时间 二是刷牙睡觉的时间 三是起床的时间 这几个点往往决定了整个任务的成效 否则今天没阅读 明天没做作业 丢三落四 日子一长就会比别人 差了很多 第二日程管理 每天嘎嘎的日程要提前规划好 不能临时抱佛脚 否则会浪费时间 影响效率 那么不能够起了床再想干啥 这不科学 日程上学习要放在最前面 放第一位 完要放后放 完了再做作业 就成不了学霸 除非你不要求 第三生活习惯 嘎嘎要有好的生活习惯 以后嫁人才能轻松应付日常生活 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就需要改善 我们有好习惯才会 对嘎嘎有要求 他才会有好习惯 最后 我重申 我们讨论过的议题 会对嘎嘎有要求 他才会有好习惯 最后 我重申 我们讨论过的议题 孩子才会有 良好的家庭教育 这就是我给 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我就不念了 教育守住底线 把这底线守住了 我们才能够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如果一直在放水 这边提要求那边就放水 那其实 无论是我们讲的好的学习习惯 还是好的生活习惯都建立不起来 所以纪律是非常重要的 纪律是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纪律 建立好 守住 那么实际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就不存在 不存在 所以 我们经常讲 父母 父母 严父慈母 中国传统 中国传统讲严父慈母 其实讲的是什么 就是 夫妻双方 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 然后呢 帮孩子 建立好 好的生活习惯 和好的学习习惯 以这个为前提 把孩子送出门去 他才能够轻松的应付 这个社会上的各种挑战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 一定要很严厉 就是 每个家长有自己的性格 有自己的特点 也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 特征 来选择自己 认为适当的方式 没有固定的方式 有些人会比较严格 有些人会比较宽松 但是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有一条线要守住 这就是几率 那么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 你最终守住了这个底线 这个孩子才会有 有我们想要的 就是其实不是我们想要 就是他应该具备的各种能力 和素质 如果没有人守这个底线 这件事情是不存在 这件事情不存在 所以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在儿女教育上 教育过程当中 当然 我们要去学习 有的有些时候我们可以 我 我看过很多的书 我到后来 我现在的体会是什么 那些书没有用 真的是需要自己去总结 自己去反省 或者是在一些时候经常 阶段性的去总结 阶段性的反省 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自己做的怎么样 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在孩子身上发现一些状况 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问题 通常是 通常是父母的问题 我们要反过来问的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做的怎么样 我们只有不断的去反省 去检讨 我们才会进步 我父亲是个非常严格的父亲 他 他基本上是那种 传统的知识分子 他来自农村 那么有那种农村 农村的那种坚守 传统的坚守 当然他 他在北京读的大学 那么他有现代教育的一些看法 但是总的来说他是个传统的 爸爸 他对我非常的严格 那么我后来我自己觉得我觉得我父亲的有些做法没那么好 比较粗暴 我自己 我自己感觉到我受到很多的伤害 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 我总是有一个 想法就是我要做一个比我爸爸更要好一点的爸爸 我要让他 让我的女儿 得到比我更好的教育 所以我经常用这个理念来鞭策我自己和要求我自己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每个父母都应该有一个愿景 就是vision 就是说 我应该做一个怎样的父亲 或者我应该做一个怎样的母亲或者是妈妈 应该是每个人要自己 在孩子出生或者孩子出生之前 还是出生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想这些事情 要建立自己的愿景 只有建立了一个愿景之后 我觉得才会慢慢的形成一个 为人父母之道 才能慢慢去理解一个为人父母之道 因为 你想一下 那是你最爱的人 你愿意为他牺牲的人 你当你应该为他做 最好的事情付出最大的努力 这件事情不容易 这件事不容易 这件事情当然背后是爱 背后是爱 但不完全不仅仅是爱 不仅仅是爱 你想一下 我们出去工作 面对这个社会 我们要做很多 甚至不愿意做的事情 为了生存下去 目的是什么 目的无非是让自己的家人有更好的生活 那什么叫好 对孩子来说 最好无外乎家庭教育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 父母自己要有一个愿景 要有个愿景 把这个愿景做好 你才能够 不仅仅是看到某一个细节的问题 你而且你是应该从整体上把握 我自己该怎么做的问题 我们应该有建立一个系统 系统的价值观 系统的行为模式 系统的教育的理念 这个需要很大的决心 很大的付出 你再多的爱 你赚再多的钱 其实最终表现在哪里 其中最终表现的 表现在不是你拿了多少钱出来 而是 你愿意为他做 做多少 这才是真正的根本 我们最近在整理一些 我最近整理了一下我女儿 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 我女儿刚出生然后他满月我们就 就做了一个阅历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给我女儿写了一封信 这是他满月的时候写封信 现丑了念给大家听一下 这是我 我觉得要建立愿景 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给女儿的一封信 孩子 在你满月之际 我们满怀喜悦的给你写一些文字 一是作为纪念 二是给你 将来参考 让你知道 我们此时的心情和想法 孩子 你在妈妈的肚子里整整生存了 三十九周 然后通过抛弓手术降生 妈妈的腹部 至今还有手术的疤痕 这里面包含了多少 对疼痛的忍耐 要珍视他 把他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 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孩子 你父母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但这一点 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拥有精彩的人生 而你则是我们生命乐曲中最华丽的乐章 孩子 在这里 我郑重地告诉你 你也会是一个普通人 你的未来之路只能由你自己走出来 我们希望你有这样的价值观 自存高远 脚踏实地 大胆尝试 小心选择 审时夺势 明白自处 孩子 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而优秀的人 足以应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挑战 孩子 希望你有所作为 不辜负上天给你的天赋和秉性 孩子 希望你的心灵充满忍耐和宽容 照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幸 我们希望 成为你心灵中的北斗星 当你孤独地攀登在崎岖的山路上 只要一抬头 就能看到我们 静静地在远方天空 那闪耀的星光 是我们不停歇的关爱和祝福 孩子 你是我们的宿命 也是我们的荣耀 这是我在他满月的时候给他写的一封信 我希望什么呢 我希望 每一个家长 都尽自己的职责 尽自己的能力 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 然后呢 孩子不要受到伤害 得到最多的爱 得到最恰当的抚育 每个家长都有很好的方法 很好的心态 然后有足够的资源 给孩子提供 提供给孩子 然后让他们健康成长 这就是我今天做这三个 做三个这个视频节目的 所有的想法 我觉得 我犯过很多的错误 在孩子的教育的方面 我跟 跟我太太也发生过很多的摩擦 和矛盾 但是总的来说 我觉得 只要双方 有共同的意愿 和强大的爱 这个强大的爱 不仅是对孩子的爱 还有夫妻之爱 这两者 放在一起 才能够解决好 所有的不适 只有爱才能解决所有的不适 爱 才是什么 爱才会忍让 爱才会忍让 好吧 那我今天的主题 我就讲这么多 那么我们下面就 互动一下 互动一下 好不好 提问 请问王先生 如何看待小孩子玩电子游戏 如何把握好这个度 哎呀 这是个好问题 孩子能不能玩电子游戏 当然能玩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玩尿泥一样那太理所当然了 所以电子游戏必须让别人玩 那些不让孩子玩游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不正确的看法 那么这是第1个 第2个 孩子玩游戏 大家知道游戏是怎么开发的吧 你想一下 整个的游戏的团队,有人做设计,有人做开发,有人做UI等等 他们整个游戏开发团队只有一个目标 什么国家 让孩子着迷 所以你想一下 所有的游戏的 目标都是让孩子着迷,孩子能不能着迷,一定会着迷 是吧 这件事情是不可阻挡的事情 第一 电子游戏是当今世界上对儿童来说最重要的游戏 最重要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全部都是在游戏的前提下去 去成长 他们是站在游戏上成长 那么电子游戏他必须玩 然后电子游戏的目标就是让他们着迷 然后他们会不着迷吗 如果他不着迷,你要研究一下这个孩子是不是有问题 他着迷 这就对了,他是个正常的孩子 这是第2个 第3个 这里面就要培养什么 培养纪律 纪律就很重要 其实孩子呢,小孩子那是最讲道理的,大部分不讲道理的是父母,我一直这么认为 小孩子不讲道理的原因,通常是因为父母不讲道理 就是 如果你要给他玩游戏 你一定要跟他约定 玩多久 上来讲玩不玩游戏,好,你要是玩游戏 你就要给他玩 你答应了给他玩 你就必须给他,讲话要算数 小孩子最讲信用,如果你不讲信用,他才不讲信用的 所以这里面就是,首先 第一 要讲信用 大家要有约定 如果第1次小孩子不讲信用 你一定要坚持 让他停下来 这个没有讲,所以我就讲纪律很重要 这一头是信用 这一头是纪律 守住这两头 你要把握的度才会存在 如果守不住这两头 不存在这个度的问题 只有 每次发生一次 天崩地裂的冲突 我的经验是什么 我的经验就是讲清楚 我女儿每次玩游戏之前都会来问,我可以玩游戏吗,我说可以 然后我就问他,你想玩多久 他看一下我 看一下我今天的脸色,那我玩15分钟 我会很大方 20分钟吧 但是20分钟一定要停 行 就去玩 你自己记住 你自己要在这里设一个时间 所以做父母其实还是要很认真的 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是什么 父母 大部分的问题就是父母自己的疏忽 然后好,答应就 孩子就去玩游戏了 然后 家长就在干自己该干的事情 自己就忘记了 等一抬头一看 这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 然后就冲过去把游戏机抢走 然后小孩子就哭一场 大部分的故事是这样发生的,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自己要对自己严格一点 你要么呢 你就像一个部门主管一样,你说了20分钟,你真的你自己能记住 你看到20分钟到了,你去跟他讲20时间到了 如果你每次都 到点 就会要求他停下来 那下次他就会自己就会停下来 大概是这样,大概率的事情是这样 如果 他没有 停下来,你过去跟他讲 他 他再停下来 也挺好 如果他要 他要违约 那不能够允许 这是不能够允许,天崩地裂也不可以 如果没有一次例外 任何一个 智力正常的小孩 都会停下来 这个 提问,我总觉得美国小学太轻松了,所以就想 晚上周末多让孩子学点东西 这是虎妈的观点 他说要是孩子在中国,他会有相反的方法对待孩子,给予多点自由 有人说美国的精英教育很严格,根据王先生对美国的了解,他对 他的 他的压力会来自中学,中学的要求会慢慢的上去 所以 小学呢 他会比较安排的比较少 安排比较少,我觉得也没啥 就是基本上 这个时候你可以安排很多兴趣班呐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我不觉得在 学业上 其实是这样的 从一到十 所有的孩子都会经过从一到十的 学习的过程 那么中国的孩子由于他竞争压力比较 竞争压力比较大 所以呢他会把很多 美国在后面要学的东西提前学掉 但是其实最终还是要学到 如果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话,其实也不必紧张,因为你迟早要学到 所以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轻松一点就轻松一点,没关系啊,那我们就让他学别的东西呗 我的女儿是一个 对所有的兴趣班都感兴趣的孩子 基本上他是这样,所以 我们就把时间安排满呗 就是 他去学画画,学打网球,打棒球 然后就 学跆拳道,他他喜欢体育啊,然后就拉琴 拉小提琴 那基本上也是满的 基本上是满的 他也没有他 我他的课 兴趣班基本上是当玩 所以他其实是当玩 但是有些事情 玩是不行的 你比如说 拉琴,拉条小提琴,那你必须练习 练习没有孩子是喜欢练习的 所以 还是需要纪律去约束 所以我不觉得 小孩子在小学阶段,我不认为他需要 选择精英还是不精英 基本上他们应该有差不多的童年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 不存在要求高不高的问题 因为 我女儿大概是一个 他是一个 对自己有要求的人 就是那种 自尊心很强 然后他自己觉得要是没搞好 他自己会很难过 所以我们也不大 不大跟他要求 要求什么,所以他从 从一年级开始 从小幼儿园就开始 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就很重要 是什么 就是你要保护他的自尊心 不可以破坏他的自尊心 我觉得很多家长为了 为了让孩子服从 说很多狠话 摧毁他的自尊心的话 就让他服从你 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我情愿暂时得不到我要求的结果 我也要保护他的自尊心 为什么 因为他的自尊心会帮助他自己去 提高对自己的要求 他会做得更好 所以我在这里我也特别提醒就是 你与其 向他提出要求 你还不如让他自己对自己提高要求 所以这里面就是 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互动 这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 不能够用摧毁对方自尊心的方法 让对方服从自己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那么你不能说你这个人不行你这有问题你最后你不行你得按照我说的做 我觉得这是 很多家长中特别是中国家长会做的事情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 所以要求这个问题 大家要平衡好什么呢大家平衡好 他对自己的要求 和你对他的要求 理论上来说你对他的要求会比他对自己的要求高 那他的自尊心的程度就没那么强 如果他对自己的要求比你对自己的对他的要求要高 那就是个高自尊心的孩子 那其实你很多时候只需要提出你的看法就好 所以这里面其实 引导孩子 朝你想要的方向走 其实最有效的办法并不是 摧毁他的自尊心 而是我之前讲过的那种 你要建立一个很好的 很完善一贯的这种评价系统 评价系统是 引导孩子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所以我不觉得 美国的教育 他轻松 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我看过一些他们的作业我觉得其实并不轻松 他只是方法不一样啊 美国的小学教育我看他们的那些他们更注重过程 中国的教育跟知识点的掌握 这两个是方向的不同的方向 那么他认为这个过程比你直接直接掌握结果要重要 这是美国的教育的一些特点 当然你最后要成为一个精英 那肯定是毫无疑问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那么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毫无疑问的 美国的精英教育美国的私教 也是很辛苦的比中国的重点重点中学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你要做好准备 但是我觉得小学教育的时候 还是可以让他有一个丰富多彩的童年会比较好 我是这么看 观点家庭教育是父母人格的投射太精辟了 是的 是这样的 观点同意夫妻关系对孩子教育很关键 我的经验是夫妻关系最重要的是 两个人要有基本一致的价值观 做好排序 什么重要什么次要 分享一个观点 夫妻之间坚持对你 真正重要的事情 放弃对你不那么重要的事 但对对方重要的是 妥协对你两个都不那么重要的事 集中精力去讨论 解决对两个人都重要的事情 很有智慧 很有智慧 观点 父母要做好自己 说到做到 做错了什么 要认错 做诚实的表率 告诉孩子 最不能容忍的是撒谎 非常对 父母自己就不能够撒谎 提问真的很同意 家庭教育的好坏 很影响小孩子的各个方面 从初中时代起 我便意识到 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的重要性 可以从很多细节中看到差距 想请教一下王老师 对于没有受过好的家庭教育的成人 是否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进行自我改善 当然可以 人的自我改善 永远没有停歇的 不是说我已经走出家庭了我就没有机会了 不是的 人 在没有 就算是你没有一个好的出身 我们讲家庭教育其实就是出身 那么还是有很多的 条件和机会去进行 不断的完善自己的这个没有疑问 这是第1个 第2个 其实父母给我们的是什么 其实父母给我们只是给我们一个模子 所以所谓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他只是给了你一个框架模子 那么真正让我们自己成为今天的自己 那么99%还是自己努力 这个没有疑问 我们 给孩子也只能给那1%的框架 那这1%当然很重要啊 我们把这1%做好 孩子做好 剩下的99% 他的基础就非常的好 那如果父母没有给我这1%的模子和框架的话 我自己摸索也能做到 也不是完全做不到 所以 命运还是要自己的把握还是靠自己的把握 观点现在大部分国内父母不够格 自己都整不明白就当了父母真的是 生了孩子给老人带上了学交给学校回家玩手机看电视 孩子跟着学大部分家庭缺乏爱的教育和心理 心理教育像李文锦教授讲的心理知识很值得推广 觉得父母跟孩子在一起成长各种阶段启发 孩子兴趣 和动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非常好 我很同意 这里面就有一个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中国人 只与表达爱 我们家里就很 很鼓励爱的表达 我每天都会跟 跟我太太跟我女儿都会 都会进行这种爱的表达所以我们家里经常说我爱你 要经常讲我爱你 这就是爱的教育和爱的氛围要每天都要讲我爱你 还有一个就是看电视 很多家庭不让小孩看电视 我不同意 我们家里其实开电视开几率不高 开几率不高的原因是因为 我经常没有时间看 但是我经常也会打开 我其实 我其实很想努力的做到每天打开电视半个小时 让大家听听当天发生的新闻 为什么 其实 有的时候我也会找一些 好的这种节目来跟孩子一起去看这个电视啊比如说 BBC有一些那种 那种纪录片我觉得挺好的跟孩子一起看 电视是一个非常好的 表达方式 表达手段表达方式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看电视肯定是他好嘛对吗 所以这是这是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当然的在电脑上也是一样啊电脑上看视频也是一样 就像我们现在 所以有些家长 不肯让孩子看电视其实是不对的 我经常讲一句话 没有食物是不健康的食物都是健康 只有不好的饮食习惯 不好的饮食习惯才不健康 电视也是一样 电视节目有各种各样的益处 但是只有不好的消费习惯才有坏处所以是一样的道理就说 我们利用我们要利用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资源 为我们的家庭教育服务 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什么东西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教育意识 就是这种教育意识 就是我们知道在这里 这个窗口打开了我们趁心机利用这个窗口打开的窗口 完成某一个动作 这个窗口又打开了 如果你教育意识很强的话 你会发现 你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窗口教育窗口 你可以给你的孩子 提供非常多的信息 让他们在这个信息当中 获取 一些好处 这就是我认为的 就是 看电视也罢 玩游戏也罢 甚至玩电脑也罢,玩iPad,我女儿很早就有一个iPad,我会让她去玩 你比如说 我女儿她的阅读很好 为什么,我们很早就给她买了一个iPad 他就在读一个软件叫Red Kids Red Kids 他读很多 非常多 他比他们班同学大概要 进度 进步 进度要跨一倍以上 他大概是一个这样的 所以 其实你要是 你会发现 你信任他 他会做的比你想象的要好 孩子是这样的一个 情况 提问,我是单亲妈妈 在美国打两份工 供儿子读完医学院 孩子各方面都不错 三年前他谈那个拜金女友 我建议婚姻大事慎重 他不听,认为 女孩漂亮就行 再建议他就疏远我 去年结婚变得六亲不认 春节没电话 生日没问候 以前还能收到贺卡 现在居然连个生日快乐的短信也没有 我伤心 发信批评他 做人不要太冷酷自私 否则不会是个好医生 但他没有改进 我感到是自己教育孩子失败 请王先生指点我该怎么办 该怎么和他他们相处 孩子最终会离开你 会离开我们 他们最终要寻找自己的生活 我们对孩子要知道 我们的边界在哪里 我们的 我们的责任边界和我们 我们和孩子的边界在哪里 我们要有这样的分寸 那么我们才能够在让孩子 非常自如的和我们交往 相处 不叫交往 相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有些父母把孩子捏得很紧 生怕他 深怕 深怕他跑掉啊 深怕 深怕出乱子 其实是深怕 其实是出于责任心 但小孩子其实有点像手上的麻雀 你捏得太紧会捏死的 捏得太松好像又会飞走 那其实你可能就要有一些技巧 这里面就有一些 我们不能够单方面想自己的感受 其实很多时候 其实不仅仅是对于对孩子来说 其实我们跟其他人相处 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其实我们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要尊重孩子 我们把孩子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 虽然嘴巴上这么说 但是其实大家并没有做到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尊重他 把他当一个独立的个体 来看待的话 那么有些事情你就会只会提出一个看法 不会变成一个要求 但是其实现实当中 我们大部分看法都变成了要求 我提供意见给你听 提供意见给你听 但是我的意见你必须听 但是其实你想一下 必须听的并不是意见 是指令 我们经常给出的意见 都是他必须听的意见 那其实就是指令 那你对他干涉有点过了 所以中国的家长 对儿女的干涉 通常会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 这位妈妈 想一下 想一下 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对你是为他付出了很多 你又没觉得他欠你的 如果你觉得他欠你的话 他会跑得更远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会捏得很紧 捏得很紧 他有一有机会 他就会把头伸出去 喘口气 所以 我没有更多的意见 我只是说 你要想一下 想一下 怎么样 怎么样会让他更舒服 你现在是 你现在的这种方式 他会觉得不舒服 他已经成年了 他已经离开你的生活了 你也离开了他的生活 那你就把他当做一个 当做一个什么呢 当做一个你的孩子 但是 你不能够去影响他 干涉他的生活 如果你干涉他的生活 他会觉得 他不舒服 所以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你从他的角度去想 你怎么做 他最舒服 他最轻松 你就这么做 看 看看效果会不会更好 好不好 提问很喜欢王老师做的前两期会员专题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老大儿子七年级 老二女儿三年级 最近每次布置作业给老 给老大的作业 他每次都问我是否布置给他妹 如果没有布置给妹妹 他就complain 为什么只布置给他 而不 不给妹妹 几乎不管做什么都要拿他跟妹妹做比较 我跟他解释不同年龄段的人要求会不一样的 比如说四年前我们同样也不布置作业给他 这样的解释好像没什么效果 请问王老师这种情形该怎么开导小孩 我们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没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 多孩子家庭都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小孩子会有 比较 这个比较来自于哪里 这个比较来自于父母 父母 没有一个父母能够做到 他对孩子一视同仁 没有父母能做到 人性如此 人性 我有三个玩具 我肯定喜欢其中最喜欢一个 另外两个没那么喜欢 那么 一个父母能够完全的做到一碗水端平 非常厉害 但是大部分 大部分父母做不到 大部分父母做不到的时候 小孩子就很敏感 小孩子的敏感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他的 他的本能 小孩子很清楚的能够发现 妈妈喜欢谁 爸爸喜欢谁 很清楚的发现 然后他会知道 这个他对我怎么样 他对他怎么样 然后他 当他发现 他对妹妹对比对我好 你不要解释 没有用的 他很清楚 所以 不要辩解 你的心自己问下你自己的心 所以小孩子很敏感的抓着 这个妈妈更喜欢 女儿 妹妹 好 那我就会在所有的地方挑战你 我需要更多的爱 我需要更多的关注 我需要你给我更多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我都需要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提出要求来 这是小孩子的反应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一定要 就是 当小孩子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 就complain的时候 你要想一下 你有没有一碗水端平 你要解决你的问题 然后他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家长自己监讨 好吗 分享王先生好 我就是你说的情绪管理 差的 希望差的母亲 我是个全职妈妈 女儿小学的时候 班主任老是告状 我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会揍女儿 现在女儿十二年级 我父母关系很close 他说永远记得小时候我打他的经历 不过他不恨我 但是他将来肯定不会打他的孩子 我真心无敌自容 后悔的肠子都轻了 说出来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 是的 是这样 其实孩子其实真的不会 不会记仇了 其实不会记仇了 但是呢我觉得 但是他一定会受伤 他不记仇 但是他会受伤 有机会你还是要去 修补 修补他的 心灵 这是受伤我讲的是心灵的创伤 怎么样修补呢 就是说出来 一定要说出来 你要说出来你的看法 要让他说出来他的看法 大家坦诚相对 这件事情 伤害就最小 所以但是也不必 不必过于自责 为什么因为 自责其实是另外一个不好 就自责你会让孩子有更多的压力 所以我其实我认为 对孩子最好的 最好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坦荡 就是 我也是有缺陷的父亲 我也是有缺陷的妈妈 我也是一个人 请你包容我 请你理解我 我的缺陷和我的问题 我不是个 万能的父亲 我也不是个万能的母亲 但孩子 能够站在一个 这是对孩子的尊重 这才是真正的尊重 在孩子面前 表达出你自己的坦荡 提问 很同意王先生的观点 孩子一般都是狠手规矩 只是最近发现老二 三个孩子 女男男 经常躲在我的 房间 撕用过的纸巾 不知道为什么状况 有点不知所措 老二是个男生 躲在房间里撕用过的纸巾 问他 那 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 我们都发现 突然有个这样的状况 天底下没有突然出现的状况 所有的状况都是有前因后果的 特别是小孩子的行为 小孩子行为肯定是有原因的 那么 所谓的种瓜得瓜 种痘得痘 你从心理学分析来看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比如说 刚才这个 这位网友提出来 说发现小孩子突然 这很好 其实这很好 父母对孩子要关注 要知道 一个不合格的父母首先是一个 马虎的父母 就是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或者 孩子发生了一些状况 他不掌握 这其实是很危险的 那么首先 这个父母发现了孩子出现的一些状况 这非常好 这说明这个父母 很尽责 但是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有一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就是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自己的孩子每天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他在一个怎样的环境当中 他是一个怎样的心理结构 他的性格 他的取向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这就是父母 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很清楚 很了解我们的孩子 当然 如果你给他有足够多的 重视的话 足够多的关注 一定会知道 甚至你会预测到他的反应 因为你对他 足够的了解 那么 所以 当他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 你会知道 你大概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说 你不知道的话 你也能够跟他通过沟通能够掌握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才是 一个比较健康的 这个 关系的一个表现 啊 就像 就像这个网友说的 我突然发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怎么办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 你们两口子中间有一个 跟他比较 亲密的 就应该由他 去跟这个孩子沟通 有很多方法的选择 有不经意的问题呀 有专门郑重的了解呀 等等 有很多办法去 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会有办法的 提问 你好王先生 作为一个海外大学生 我非常尊敬你 请问一下 您对二十多岁的大学生 有什么好的 自我教育的方法吗 除了不撒谎 独立思考 不盲从 我小时候父母并没有做到 你说的那样 是 我们的父母都没有做到 我刚才讲 我们过去讲的这样 大部分的父母都做不到 包括我自己也没有做得那么好 我讲的很多的 想法 不是我自己做到了 而是我认为应该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很多事情 我也在努力 我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作为一个儿女 我们走出了 走出了父母的家庭 我们在自己面对自己的社会 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有很多是不足的 是不够的 我们从家里带来的这些钱不够花 那怎么办 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再去挣钱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就这样开始了 所以这位网友我跟你讲 其实你不用担心说 我从妈妈那里拿的钱不够 是的 没有人带够钱 没有人从父母那里拿的钱是够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人生的路那么长怎么可能带够钱带不够的 所以呢 未来的路 就在你自己的脚下 我自己讲过啊 你从父母那里拿到的钱 不会多于百分之 不会超过百分之一 剩下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你自己挣 那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问问自己的心 你要什么 你就想办法去获取他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就是这样的 好吗 你如果有强烈的愿望 你一定会找到方法的 就像我们说 就像我们说 我举个例子 我去香港 我移民去香港 我是个江西人 我是个南昌人 我大学是在广州读的但是我并不会说广东话 然后我去了香港之后我就要工作 那要学粤语 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学会粤语 大家相信吗 如果我不会说粤语 我没办法出去采访 因为我是个记者 所以我真的用了三个月学会粤语 那我有我的方法 只要你有足够强烈的意愿 你一定会找到方法 而且一定会做到 前提是你真的要有足够大的意愿 你问我有什么办法 我的办法对你没有关系 每个人一定要找自己的那把钥匙 才能打开那把锁 所以我的那把锁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的 每个人要找自己那把锁 好吗 提问王先生能不能 做一下关于夫妻关系的话题 可以啊 可以 这个可以这是个很好的话题 如果对孩子进行爱的教育 爱没有教育,爱大概是个示范,或者是个环境,或者是个氛围,或者是个气氛 爱没有教育,爱就是示范 你爱吗 做出来 你对你太太的爱 你表现出对你太太的爱,其实就是示范给孩子看 你对孩子的爱 他会感受得到,他知道的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 中国人的家庭 羞于表达爱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必,我们家我就是 我高兴了就,你要过来给我抱一下 give me a heart 我们就抱一下,然后就说我爱你 对,我经常这样做 我太太也经常这样做 我们家庭里经常做这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爱是要表达出来的 特别是对女生 女生对爱的渴望就有点像什么呢 一个苹果装的口袋里 她经常拿出来看一下 还在 经常拿出来看一下 所以女生经常问 你还爱我吗 就这个道理,所以 有女儿你一定要跟他经常跟他讲 爸爸爱你 妈妈爱你 好吗 哎呀,我们今天打不完了 你确定我们要打完吗?打不完了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我再打一个好吗?再打一个 提问 都说父母言传身教,孩子就会潜意识学习并跟随 但在我家感觉并不是这样 我是个对自己高标准言要求的人 尤其是品德 道德品质方面为孩子做出了示范 但孩子在我看来仍然是自私的 我不确定是社会的变迁还是我的示范效应并没有起到作用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我跟孩子认真地谈过 还是认为 人的性格大部分来自天性 父母的言传身教并不见得发挥作用 我很痛苦 跟孩子关系因为价值观的渐行渐远不在亲密 王老师能给我一些分析建议吗 我们不能够把 我们不能够把一些 表达 装到 脑子里面去,孩子的脑子,比如说 把儿子找到面前来,我跟你讲 我认为 我们一二三四五 我认为这是我们重要的价值观 然后就 你要记住 然后他就记住了,然后变成了他的价值观 不是这样的 这个 教育不是这样 就是他不是一个 电脑输入的过程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道德,我们的品行 是通过日常生活 潜移默化 变成一个行为 这是一个行为的过程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内化 通过行为内化的过程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小孩子打破了一个碗 然后呢,他知道 爸爸要求很严格 他就面临一个选择 面临选择,这碗打破了以后,他怎么办 那诚实的孩子当然走到客厅去跟爸爸说 爸爸我打破了一只碗 你该怎么办 然后你把他骂了一顿 然后他就受到惩罚 他觉得,哎呀,那下次打破碗 我就不能告诉你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是什么 那我就会问 如果孩子打破了碗 你跑出来 跟你讲,爸爸我打破了一只碗 然后我们就去现场看 然后就问他怎么打破的 他说我这么这么这么打破的 然后你就告诉他,哦,打破了一只碗 你下次应该怎么怎么做 就不会打破碗 OK 然后你就告诉他怎么收拾 他就会觉得 嗯,他诚实不会被惩罚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很多教育是什么 这就是教育 这就是品德教育 不是我们一堆的文宣 而是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 就是这就是品德教 就是我们所谓的品德教育 如果他的成,因为他的诚实而被惩罚 那你跟他讲,你做人要诚实,你觉得他会诚实吗?不会的 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其实并不是说我们 每天跟孩子讲一段道理 然后他就有高尚的品德,并不是这样 而是他在跟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你的人格投射他的身上是什么 就是 他打破了一个碗 他来跟你讲 你该用什么方法去 去认识这件事情 告诉他怎么去认识这件事情 这才是教育 这才是会有结果的教育 好吧 好了,我们今天 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王先生如何回答 女儿 在美国长大的一年级小朋友问这个问题 Are we rich? 我们有钱吗? 我女儿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敏感 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来美国 我女儿就问我 我们有钱吗? 他问这个问题,首先你要搞清楚 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那 我当然知道我女儿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他问这个问题是 他要给自己一个定位 什么定位呢 就是我在 我怎么跟我的小伙伴们相处 因为他刚刚进一个学校 然后他要想办法 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 要寻找一些心理的支撑 我给他的答案是这样 我们家里呢 没那么有钱 但是呢 足够我们自己的生活 如果 如果在美国来讲呢 我们大概是 中等收入吧 可能会略少一点点 为什么因为 美金稍微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们可能是中等稍微低一点点的这样的情况 我给他的答案是这个 然后我女儿就高高兴兴的去学校 那么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来问我 问我 我们家 到底 在什么样的收入水平 大概是问我 那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后来发现 其实我们的收入 可能比 中等水平要稍微高一点点 他很高兴 真的吗 我说是的 但是我们也没那么有钱 我们大概是 还可以 在中等水平左右 大概是这样 然后他就挺高兴 所以 我就分享这个 我们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答案 给他一个这样的答案 他觉得挺好 他觉得很高兴 也比较能够满足他 和其他小朋友相处 时候的这种心理的支撑 大概是这样 好吗 那我们今天的 会员专享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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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